陈佑辰 动算 黄珊珊 动算 现场支持者高喊动算 画面现场是代表民众党参选内湖南港选区的市议员参选人陈佑辰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与武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都到场站台力挺陈佑辰 柯爸柯妈也出席这场活动 陈佑辰说他从小就跟着黄珊珊做选民服务 感谢黄珊珊栽培她24年 有一件事让她感恩难忘 12岁我就跟着珊珊 那今年是我在她身边的第9次选举 唯一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我们为了市民在各自的岗位各自努力 很多人其实都问我说我跟珊珊有没有亲戚关系 跟大家报告完全没有 我是一个单亲小孩 由妈妈抚养长大 我永远记了一个故事 今天第一次跟所有媒体记者还有在座的所有朋友分享 我以前是低收入户 在申请助学贷款的时候 当年的银行要求一定要双亲签名 我就到楼上这个服务处找了当时的珊珊姐 我说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找得到我一岁的爸爸 我不可能找得到他 当时他跟我说 不要担心 我帮你签保人 而且我们去修改应该需要的法律 就这样 这个服务处一直给很多人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翻转人生 跟继续就学的机会 所以我今天要透过这个机会 谢谢我的老板 珊珊栽培我24年 吃果只败树头 楼上这间服务处 从市长把他拉去当副市长 我差点失业那一天开始 我接下来跟我们张冠运主任 罗元坤主任 如葛 我们的前辈 共同把这个服务处撑了三年 这三年服务没有停过 我们的两位王律师也陪着我不断的法律咨询 我相信 过去那个被帮助的小男生没有变 跟这个服务一样没有变 我会永远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黄珊珊说 自己就像是陈又诚的另一个妈妈 他和陈又诚都是来自平凡的家庭 请托相亲用选票 让认真的人被看见 这个老板也蛮严格的 所以经过我训练的 我很有信心 他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民意代表 给大家 请大家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在内湖南港 继续黄珊珊 服务处团队的所有的精神 我们继续让这里的服务 又干净又清廉 继续下去好不好 好 台北市 我要参选市长 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今天在座的 每一个都是珊珊的朋友 对吗 对 也是又诚的新朋友 对吗 对 我知道大家对我有很大的期待 我相信你们对陈又诚 也有很大的期待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会秉持我们从政的初心 我们就是喜欢公众服务 我们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非常的艰辛 还有五十几天 还有各种不同的脏水会泼过来 所以现在要告诉大家 继续下去的就是我们要做好坚定的防御 但是各位要当山山的分身 还有又诚的分身 好吗 好 为什么要当分身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两个政党这么大的组织动员能力 各位就是我们最大的组织 你们在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组织 接下去市长的选举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在月底 十月我会办一场大型的造势 十一月选前之夜 你们每个人都要来好不好 好 接下来是每一场的活动 我们之前不太敢劳动大家 因为怕过度的动员 而且现在的时代 大家很讨厌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今天是开始 这五十几天我们需要大家 我们需要你们 珊珊需要你 佑晨需要你 我们两位 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 我们来自于最平凡的家庭 没有任何的家世背景 这位还是单亲家庭 我就是她另外一个妈妈 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们这样的 靠着自己努力打拼的政治工作者 一个完整的机会 不过这样啦 因为差不多三年前 我邀请黄珊珊去当我的副市长 所以她在港湖的服务工作 就交给陈佑晨在处理 所以后来我查过 听说她十二岁就开始跟着黄珊珊 在当助理 从那个发传单开始 当麦克风手 所以事实上 她已经在这个地方服务 已经超过二十四年了 所以她才会讲说 她的服务案件有超过一万件 二十四年又很认真的工作 而且后来 她接棒黄珊珊在港湖地区的服务工作 那个法律咨询也没有停掉 所以她虽然是今年说 以新人的知识要来选议员 但是应该这样讲 她是最资深的新人 民众党多位市议员参选人 也都到场力挺 包括参选士林北投区的黄敬营 以及参选中正望华区的吴怡轩 还有参选新北 汐止万里 金山选区的彭丽信等人 都到场支持 互相加油打气 艺人郭子前也现身会场 模仿柯文哲与郭台铭 妙语如珠 让现场的气氛 轻松又欢乐 这应该怎么讲 我从来我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竞选总部成立 大家自动自发 齐聚一堂 来这边支持一些候选人 真的太离谱了 我常常在讲 我们在开党员大会的时候 民众党的党员都很少 但是都是默默的 都在地底下 对不对 随时都会跑出来 还是重新那句话 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 就是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每天都在做错的事情 对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要把陈佑辰送进市议会 对不对 对 看到这么多乡亲与支持者 给他和黄珊珊加油打气 陈佑辰说内心满满的感动 他的理念是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来争取乡亲的支持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们都会选择 能够 对不起